多久清理地板 不會每天欸 每個禮拜 我基本上每天都會掃地啦 大概一個禮拜一次 根據TVBS民調中心做的居家清潔調查 台灣都會區的民眾很勤快 每日清潔家中的地板民眾 接近四成 那多久才會清理一次家中床墊呢 我會大概兩個禮拜會換一次床墊 那如果說用吸塵器去吸塵滿的話 大概一個月一次 大概一兩個月會洗床墊吧 沒有清過欸 有時間清理地板 現在才想起天天睡的床墊 可能比家中的地板還要髒嗎 根據調查顯示 家中的床墊只有14.4%的民眾 表示一週至少會清理一次 其中以一至兩個月 清潔一次的比例最高為19.7% 同時有18.2%的民眾表示 從未清潔過家中床墊 這些過敏額裡面呢 最主要的元凶就是塵滿 它佔了九成以上 那這些塵滿它本身 不管它活的死的 還有它的排泄物 還有它的卵 都會造成我們人產生很強大的過敏 在我們的呼吸道上面呢 就是過敏性鼻炎 其實在調查過程中 還是有超過一半的民眾 擔心受到塵滿的威脅 卻對塵滿一無所知 塵滿最喜歡呢 就像我們台灣 溫暖潮濕的地方 當溫度大於20度以上 濕度在6成以上的時候呢 塵滿還可以大量的繁殖增長 它可能10天呢 就會繁殖一次 那它壽命呢 可能會有兩個月之久 塵滿它最喜歡吃的東西呢 就是我們人體的皮膚的皮屑 還有毛髮 它最愛住的地方呢 就是我們那張溫暖的床 你家床墊呢 可能會有上百萬隻的塵滿在 但我比較強烈的建議 一到兩週 就要做床的一個清理 床墊上的塵滿 造成居家過敏問題 不可不防 若想要避免引發其他疾病 定期清理床墊 想必會是關鍵之一 我給你來看 我對新的物資訊 去看 我現在有一個極點 作詞 看 你 我昨天